朋友们这有一条信息啊 有一个新闻给大家解读一下啊 这个叫做前天的消息啊 教育部冒号将推送毕业生到艰苦边缘地区等就业情况 作为高校评价考核的重要内容 看见了吗 教育部开始给各高校施加压力了 开始给他们布置任务了 开始给他们派活了啊 12月1日教育部网站发布 关于做好2021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 为明年啊做部署了啊 今年已经过去了啊 通知指出推进就业工作综合评价 各地各高校要改革就业评价机制 建立分层分类就业评价指标体系 将推送毕业生到西部基层 艰苦边缘地区和重点领域就业情况 作为高校就业务做为高校就业工作 做为高校就业工作 评价考核的重要内容 健全高校就业制度 报告制度 更好发挥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 对高校招生学科专业设置 人才培养的反馈作用 持续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就业状况 大规模跟踪 调查啊 这个东西啊 就中国的这个官样文章啊 官方的发布的这些东西 有一部分就是屁话 就是套话 他真有用的东西藏在里边 藏着啊 这真有用的可能就一两句话 你要分析啊 要判断 其实证明什么呢 证明现在的就业出了大问题了 经济不好 百业凋零 中美贸易战 疫情 是吧 这个产业外流 外资 包括中国自己的很多厂子 都搬到越南去了 对吧 别说外资了 你的内资怎么样啊 对吧 现在只有可能一部分 垄断型的央企国企 还凑凑活活 是吧 剩下老百姓 你自己的私营企业 你能过上好日子吗 这不可能 方方面面 是吧 吃 拿 卡 要 所以他现在没办法了啊 明年可能有大量的人失业 其实真实的数字 可能是他公布的数字的多少倍 包括现在这外贸企业 对吧 直接就业可能七千多人 间接就业可能两三亿人 七千多万人 两三亿人 是吧 要推送毕业生到西部 西部有事干吗 你让他修理地球去吗 西部的就业非常的不充分 非常的不足 西部往东部 北部往南部 整个西北方向往东南方向 几千年以来 中国的人口迁移 就叫做五个字 孔雀东南飞 因为西北的地理环境 气候环境 人文环境 经济基础 包括军事上的威胁 历来是从西北往东南扩散 所以中国人历朝历代 都是人口由西北向东南迁移 所谓的改革开放以后也一样 现在东南各省 经济都在下滑当中 所以你让他去西部 你让他去西部干什么去 能够有效就业吗 然后去基层 基层是哪 农村吗 农村有活路吗 你现在搞这个教育产业化 把老百姓的钱 把家长的钱都给榨干了 对吗 现在农村 包括我们老家河北白洋店 像我那个外甥 侄儿 下一辈了 下两辈了 都考大学呀 考上大学之后 谁关心就业呀 可是你要上不了大学 你就在乡亲们面前 显得没面子呀 人家都上大学了 有的是考大学 有的就是野鸡大学呀 对不对呀 还要去什么艰苦边缘地区 难道又要搞上山下乡吗 这不就是知识青年 知青插队 上山下乡的翻版吗 当年毛泽东不就是解决不了就业吗 对吧 其实好几次 从跟苏联 关系搞僵了 苏联给中国上了一百多个大项目 最后苏联人专家撤走 我估计资金也都不给了 资金也都撤了 中国就有失业了 那个听我母亲啊 我父母说过 大概就是在60年左右 已经可能没到60年 可能59年 就是当时有个口号说 我们也有两只手 不在城里吃闲饭 这要比68年左右的上山下乡 早了8年到10年 早就有 那是苏联的投资 后来这一次改革开放 79年以后是美国的投资 苏联的投资说实话还有限 苏联本身也不富裕 二战苏联死了那么多人 苏联的西部 欧洲部分最富裕的地方 都给打烂了 即便从德国拆了好多工厂设备 从满洲国 从中国东北拆了好多东西回去 苏联依然穷 苏联也是意识形态画线 他扶植中国 你当他小兄弟 他就扶植你 结果毛泽东还想当老大 那人家就扶底抽薪吧 人家就把设备专家资金撤走呗 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吗 对吧 79年以后 邓小平掌权 说韬光养晦改革开放 对吧 最近的七八年又开始走回头路 要跟你的衣食父母 要跟你的客户 要跟让你赚钱的人 对吗 你赚人家钱 你还跟人家牛 对吗 甚至你还想影响人家的国家 影响人家的选举 人家能容纳你吗 人家能允许吗 除非那个国家一部分 被你收买 被你影响的精英 从整体上 国家战略上 国家层面 人家不可能接受你 除非那些人利欲熏心 或者他们绑架了 控制了那个国家 否则绝不可能 对不对 现在看来中国经济绝对是大滑坡 我从七八年前 一三年我就看出形势了 就已经有问题了 对吧 他不务实 不低调 浮夸 对立 对吧 还想自己当老大 你还想在这世界上 称王称霸 你还想说了算 你还想说一不二 你凭什么呀 你何德何能啊 你是对你自己的老百姓好 还是在国际上 大家真的是对你心服口服 还是说你的国家实力 真达到了那地步 能够操控 影响整个世界 你占了哪一条 你哪条都没占上 对不对 你看啊 还要艰苦 还要重点领域 重点领域是什么 国防工业吗 对吧 国防工业能容纳多少人 国防工业都是烧钱的 这里边国防工业 是吧 什么航天工业 有多少贪污腐败 对吧 前一段那个东风汽车 那东风勇士 对吧 我之前做一节目 有人说我造谣 没过多长时间 把那些人不都处理了吗 中国的官媒不都报道了吗 什么叫谣言啊 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对不对 所以在中国上大学的家长们 小心了 是吧 现在整体的就业形势 经济形势 社会的这个宽松程度 都在急剧的收窄 大家小心吧 将来你们的孩子 毕业生到西部 西部 从哪开始算西部 内蒙古 内蒙古就算西部 他享受西部的待遇 内蒙 陕西 甘肃 宁夏 新疆 青海 西藏 云南 四川 重庆 贵州 广西 这个算西部 这些省能就业吗 大家想想 现在能就业的 也就是北京 天津 山东 是吧 浙江 上海 江苏 福建 广东 可是这些省 真的有那么强吗 也是外强 中干 也是在吃这个老本 吃改革开放 前些年的一点点红利而已 大家警惕 大家小心 这个大灾大难 马上转瞬